大家好 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这个事情 这两天受到了很多的关注 很多人都在奔走呼吁 为刘晓波和刘霞夫妇能够到国外来 安排刘晓波治疗这事而努力 杨健利先生发起了一个联署 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 同时也在积极推动美国政府和国会来促成此事 那美国国务院星期一也是发表了一个声明 德国政府也是对刘霞表示欢迎他们到德国来 德国政府愿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今天新上任的美国驻华大使也说愿意协助刘晓波就医 还有很多方面的努力是在进行过程中 那么这些方面的努力 这些方面的声音会给习近平带来一定的压力 包括他7月1号到香港去 我想都会遇到这个要求释放刘晓波的请愿活动 刘晓波夫妇本人的愿望呢 他们确实也是愿意出国 作家廖义武公布了刘霞写给他的信 以及刘霞写给所谓相关部门 请求允许他们出国的信 都明确表达了他们夫妇有出国就医的愿望 那这方面是没有问题了 如果中共当局再不允许他们出国 那确实就是违背他们本人的意愿 假如事有不测 刘晓波因为病重在国内过世了 那么所有的政治后果就需要当局自己来承担 因为你没办法推脱了吧 你不能说是因为刘晓波本人不想出国 他在国内有什么情况不赖我 刘晓波如果在国内过世 假如真的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对习近平会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会是他的一个污点 这个印记会伴随着他整个政治生命 另一个曾经被长期关押的诺贝尔奖得主 是缅甸的昂山素姬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事情 1997年昂山素姬的丈夫阿里斯被检查出患有前列腺癌晚期 当时美国政府联合国秘书长和教宗保罗二世 都出来呼吁缅甸军政府发给阿里斯签证 让他到缅甸来探望他妻子昂山素姬 缅甸军政府当时的反应是推脱 我们国家医疗设备落后 没有足够的条件来照顾他 如果他到缅甸这来发病了 我们这有个三长两短 在我们这有个三长两短 外界一传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丈夫死在我们这了 这个责任我承担不了 所以呢我不能给阿里斯发签证 但是你昂山素姬可以回英国呀 可以回英国去探望你丈夫 所以缅甸军政府 他是同意解除对昂山素姬的软禁 敦促他回国去照顾他丈夫 只不过是昂山素姬自己明白 自己一离开缅甸就再也回不来了 所以经过痛苦的抉择 他决定还是留在缅甸 于是呢他和他丈夫就失去了最后一次团聚的机会 成了永别 昂山素姬的丈夫阿里斯在1999年去世 也就是说在昂山素姬 她丈夫病危期间 缅甸军政府尚且允许昂山素姬去英国和家人团聚 而今天刘晓波病危期间 他本人想出国就医的情况下 那中共政府如果仍然坚持不放人 在人道的水准上比缅甸又低了一头 本来呢是有几个小兄弟垫底 北京心里还有点安慰 缅甸就是其中之一 89年中共开枪镇压了民主运动 那缅甸也镇压过民主运动嘛 说起开枪的次数呢可能还多几次 好像大家的道德水准都差不多 所以北京也不那么孤单 但是在对待昂山素姬和刘晓波的不同态度上 看起来小兄弟比老大哥的底线呢还是高出那么一点点 奈温将军也把习近平比过了一头 缅甸最近一次大规模镇压民主运动是在2007年 不过在那之后缅甸军政府也是觉得这包袱太过沉重了 不能永远背下去 所以在那之后开始了渐进的民主转型 当然咱们不扯远了 还是说刘晓波 让不让刘晓波出国 中共当局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首先还是在于围绕着刘晓波和刘霞夫妇 这几年他们的真实遭遇 就是共产党的最大恐惧 永远都是来自于真相 都是来自于对真相被揭露的恐惧 就是说刘晓波这几年 他到底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这个真相是什么 如果当局只是对刘晓波的健康很忽视很懈怠 没有定期体检 在医院里面即使有体检 对肝癌的早期症状也忽略了 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呢 那我想对习近平还不构成特别大的顾虑 一种最为恶意的猜测 就是刘晓波身患绝症是当局故意导致的 他们就是想让这位对他们构成重大威胁的人物 从肉体上消失 使用的办法就是让他身患绝症 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在美国的叶宁律师的推文里面 是说监狱方面给刘晓波注射致癌物质 喂食黄曲霉素来破坏他的健康 对这些说法 当然现在还缺少更具体的验证 我也不下定论 但是我对当局对待异议人士的做法 从来不拒绝最恶意的揣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从中共当局的一贯表现来看 他确实是有完全的动机 把那些可能成为反对派领袖的人物 以各种手段加以清除 他们是一点没有心理障碍 一点不忌讳使用想谋杀这种阴损的手段的 假如是这个背景 那么刘晓波能否出国确实相当不乐观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置人于死地嘛 刘晓波如果是在国内去世 那这背后的原因他们就可以一直掩盖 一旦出国治病 导致他生病的真实原因就有可能曝光 这是一种可能性 如果事情的严重程度次一等级 就是说刘晓波患癌不是当局故意导致的 不是注射什么致癌物质造成的 但是呢 他在狱中确实受到了若干野蛮的对待 他一出国 他把这些遭遇一假 以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知名度 当然也会对中共的形象产生巨大的打击 会构成当局的顾虑 总之习近平需要在刘晓波一旦在国内去世所造成的压力 和刘晓波出国肯定会揭露出一些事情对当局不利 这两种风险之间做出选择 那么这种抉择的利弊得失是不是很明显 很容易就做出选择呢 从习近平那个角度来讲呢 还不一定这么说 不管刘晓波患癌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他一旦在国内去世 习近平来讲 他肯定就要背上不人道和掩盖的罪名 因为是掩盖嘛 具体内幕是什么 谁也不清楚 所以别人也可以无限发挥 不管是不是你干的 所有的坏事都可以推到你头上 那谁让你掩盖的 对吧 既然真相不清楚 那就是谁掩盖谁心虚 所有的人都会指责你 所有的嫌疑都得让掩盖者自己来承担 那么让刘晓波出国 说出这些年的遭遇 涉及到具体谁谁谁 当然对中共有打击 但是反而事情比较清楚 反正具体涉及到谁吧 中共都可以抵死不认 死不认诈 说是造谣 对习近平来讲呢 他如果在这世上能够体现出一点人道的立场 做出妥协 其实也是为自己留有余地 从长远来讲 放了刘晓波 就等于未来和体制外的人士互动 预留了一点空间 对他还是有利的 你说抵死不放刘晓波 那不仅和民主人士之间 甚至和体制外的温和派人士之间 都会陷入严重的对立 甚至那些对改良抱有希望的人 都会对习近平极大的失望 从长远来说呢 对习近平也有相当不利的影响 因此到底是需要坚持这种毫不妥协的强悍作风 还是体现出一点妥协 为自己未来预留一点回旋的空间呢 这是习近平要考虑的 这个矛盾作用力是决定刘晓波最后能否出国治病的第一股力量吧 第二股力量就是国际社会的压力 中共这些年来越来越我行我素 不顾及国际社会的反响 这其实也是和国际社会一步步软弱退让有关的 如果世界上主要的国家 国际组织宗教领袖 社会名流一起发声 是会产生很大压力的 教宗保罗二世曾经被昂山素季呼吁 可是现在的教廷呢 因为想和中国建交嘛 所以对另外一位诺贝尔合并奖获得者刘晓波 他们就没有什么意思 做出同样的呼吁 联合国秘书长也曾经为昂山素季的自由呼吁 那现在的联合国秘书长 好像也没有打算这么做 美国呢是有表态 但是在力度上还只能说是差强人意 川普上任以后 他没有把人权当成一个主要的议题和中国来谈 他确实具体做了一些事情 比如营救谢阳律师的家人 谴责中国在联合国人权履事会里面呢 根本不够格 以及刚刚把中国大陆定为人口贩卖很严重的地区 这些方面所做的事情也应该肯定 所以美国能不能在人权立场上有更多积极的行动 还需要观察 如果对国际社会的反应呢 我最想提出一点责备的话呢 有那么一点小小的不满呢 就是针对昂山素季本人 就是他作为世界上曾经很知名的政治犯 也曾经是国际社会声援和营救的一个重要对象 他对待和他有同样遭遇的 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 现在没有公开表达意见的意思 这方面多少令我有点失望 当然我也理解昂山女士现在是国家领导人了 她是有动机和中国发展和睦的关系 甚至有些方面很有求于中国大陆 但是希望昂山女士不要忘记自己曾经的经历 误失其本心 这世界上有一种非常珍贵的品质 叫做历尽沧桑出心不改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所以国际社会能不能体现出强大的道义力量 这是决定刘晓波能不能成功出国治病的第二股力量 第三就是对于习近平本人了 今年四月份他在海湖庄园和川普总统会晤的晚宴上 川普突然向他提起 已经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 原因是叙利亚对平民动用了化学武器 习近平事先没有准备 对这个问题措手不及 他当时的反应是说表示理解 当有妇女和儿童被杀害的时候需要有所行动 在临场反应的那一刻 体现出他的心中还是有人性的火花 他想到妇女儿童被杀害是不能被接受的 那么在当下在对待刘晓波出国治病这个世上 希望他也能体现出同样的人性火花 孟子说有不忍人之心才有不忍人之政 所谓人政无非就是出于于心不忍四个字 政治人物总是习惯于各种各样的算计 是吧 各种各样的利害算计 当一件事情出现的时候 心中有一丝愧疚不安华过 那就一定要抓住他 不要失去 因为那才是你的本心 那是最珍贵的人性的火花 我们看孟子这本书 老孟子对梁慧王齐宣王嘚嘚嘚嘚说了那么多话 核心目的也无非就是在说这件事 当然我每次一表达这种观点呢 就会有朋友觉得我太浪漫主义情怀了 你怎么对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抱有这种不切现实的期望呢 总之吧 我的态度是但凡有一线生机 我们都不做绝望之论 其实现在刘晓波能否出国这个事情还是相当不乐观的 假如说我们上面讲的三股力量三个因素都能有积极的发展 还有一定的希望吗 最后想说的是 刘晓波的处境引起很多人的关心 当然还是与他使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知名度很高有关 在中国还有许许多多有同样遭遇的人 像姜天勇律师等一大批709维权律师被抓以后 他们的处境和刘晓波都很类似 这批律师当中有不少人健康状况也非常令人担忧 中国的监狱里还有大批的 因为信仰和言论被关押的良心犯被长期关押 所以我最后想说的是 大家在关注刘晓波的同时 也应该同样关注这一批受难的人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